彰化县政府公布22日新增1088例确诊个案 居家隔离人数2224人 累计确诊数20万9338人 县长王惠美与卫生局长叶彦博 向相亲报告最新疫情 第四季我们开放以下对象来施打 那我们的50岁以上的成人 18岁以上因外交公务洽工等需求 那另外长照机构的住民都可以打了 18岁以上免疫不全或者免疫力低下 而且病情稳定者通通都可以打了 洗肾的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了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跟第三季 间隔5个月150天以上 从即日起50岁以上通通都可以到 我们的医疗院所来做施打 或者你符合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标准的 通通都可以 这张我要特别讲一下 因为我们六个月到五岁的小朋友 好歹也有四五万人 那你扣掉确诊 大概扣掉一万人都差不多了 还有三四万人 那目前预约的只有三千人 真的是这个打气跟之前差很多 那我们在猜想也许是家长的时间 你还可以安排好 所以我们的预约时间 你可以一直到7月31号 我们请各个合约诊所的诊次都开出来 你可以用预约方式 你自己确定诊所也比较方便 然后如果不是涉及在本县的 因为这个疫苗量现在都很充足 那我们就这些不是本县的县民 你要打的话 也可以直接跟合约院所 来做预约来做施打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自7月19日起 维持现行防疫措施 其中放宽骑机车脚踏车得免戴口罩 但外出时仍应全程佩戴口罩 7月25日放宽开放六类外籍人士来台试游 另外住宿及社区市照护机构 发放公费快筛试剂将延长至8月31日止 保护民众健康 公益频道黄诗婷张华赛访报道